歡迎收看每週一股的時間 逢星期四每週一股的嘉賓就是我旁邊這位 來自妖才證券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王偉豪先生 Wafi 你好 Wafi和我們上星期推了一隻283中海遊服 先和大家跟進一下同比在恆子方面 一個星期的表現 恆子方面升了87點 升風來講是0.3% 但見到股份方面升了3.6% 升風來講是超過2% 跑贏恆子 先看看根據Wafi的投資建議 能夠買入這隻股份 暫時賺了接近4% 暫時未到就是這個目標價 先問Wafi 是否整個部署都保持著 目標價都是不變 仍然保持著 始終我覺得雖然暫時賺到大約4% 好像不太多 如果以這個星期比較多的假期來計算 我覺得算是這樣的 始終前推的時候 都講過中線持有的時候 這一刻買到的就先繼續得住 始終未到18元的目標價 我覺得不用急著走 始終中線看 以之前訂的18元做目標價 反而指示位的 依然放14元做指示 好啊 講完這一隻 上星期推的283元股份的部署之後 都要問你 今年2012年最後一次 每週一股 你會推什麼股份 今次就是 今年最後一隻推 變相推是 明年看得比較好些 或下年看得比較好些 內地市的股份 編號6837海中證券 大家都會看好A股方面的走勢 一眾的中資股方面 都會成為大家的焦點 不過未講千 你講為何 Wafi會通這隻海通證券之前 先看回A股有什麼因素 就是Wafi看好 主要是說 股值吸引 應該怎樣去理解 很多時候 大家都一樣 看得好A股 或看好A股走向 自然就推算股值去看回 如果以自己做一些看法來講 看得到數據上去看 其實A股這刻 是處於一個很划算的因素 如果這個數字 其實以星期一 24日中五收市時計 始終跟香港市一樣計算 如果以那天的中五市計 剛剛過去這五年 其實內地A股的平均股值 大概是18倍p 如果以現在這刻 就是剛剛所說的 24日中五時計 大概只有11、12倍 其實只有這一點看 大家都知道 是有一個比較吸引的地方 股值上 而以大數上看 指數的數字上看 由第一 有幾億的 2007年高峰大概六千幾點 即是六字頭去看回的時候 其實經過這幾年 不斷向下市 去到最近大概2100點左右 其實以百分比計 都掉了六成半 如果以無論跌幅 估值 甚至以基本面 市場因素等等 所有政策市去看回的時候 我覺得去到這些水位 其實都叫做七七八八 或者都叫做再大跌空間 不是太多 所以這個第一點當然是股值上 比較吸引 亦都覺得是 接下來看得比較好A股的主因 是的 除了由股值方面 去到分析之外 其實經濟大環境方面 都是其中一個大因素 經濟好 企業自然做得好 自然股價方面 或者股市方面 表現都會好 這些都是雙負雙成的 接下來應該怎樣看 在下年的經濟 是的 其實很多時候 大家都會問到 究竟下年經濟怎樣看 特別內地方面的經濟走行 怎樣走 因為如果你走得好 或者媽媽的反映上來 現象 自然對股市會有些提振作用 但究竟這一刻 自己對下年內地的經濟怎樣看 我覺得依然看得比較樂觀 或者比較看得好 所謂今年 因為從幾個指標看得上 一來當然是經濟數據 看到 如果以最近出的PMI GDP等等 其實都會有改善 先說PMI 如果以最近 上個月的 11月的官方PMI 去到50.6 其實連續三個月有明顯改善 當然第一點 就是前線的指標看得到 而以細小規模 雷鋒中國PMI 在12月份的初值 大家記得一兩星期之前出了 12月初值50.9 也是創了14月的新高 只是PMI數字上看 不斷看得到 其實接下來的看法 大家都不是那麼差 或者很多企業 很多商家來看 都不是太頑皮 而這點GDP 剛才說到的 雖然二、三季來說 都是比較頑皮 但始終都記得到 按季來說 其實所有環備 其實慢慢有改善 也變相很多時候 都看到 其實預期回到第三季 看了底之後 第四季GDP 或者是夏年GDP 就算沒有大升 但起碼慢慢 都記得到是回到現象 所以不是太頑皮 而最後帶到就是 當所有經濟指標是好的 數據是好的時候 意味著中國經濟復甦 其實帶回來好的因素 就是企業方面 自然企業環境可以改善 自然那個盈利方面 有機會做好些 而很多大行 其實很多的報告 最近出了 與其下年一、三年 其實很多企業的盈利 都有望 慢慢會上調 再從另一個角度 看看A股方面走勢 就是投資資格 信心的問題 之前也說到 內地股市做得差 很多散戶 不單止沒有買股票 反而連自己的戶口 都關閉了 但接下來 氣氛轉好了 由信心 由冰點回暖 那些客戶 開戶的情況 也好一點 對 如果說回內地市的看法 如何賴都要賴 像Mak這樣說 省戶方面的看法 因為一向都說 內地市其實是 蠻看大家入市的意欲 因為始終省戶 佔的比例比較大 到這一刻 粗略計算 如果以內地市場 股市玩的玩法來計算 大概七至八成 是來自省戶的資金 大概兩三成大戶 機構投資者等等 所以當投資者收了一數 省戶信心好不好 下班入市 其實是多主要得到 接下來股市怎麼走 而正正看到的就是 過去 大家知道二三季 內地市場比喻 而當時的話 無論成交 比較低至於 更加像Matters說到 很多的省戶都走去 關閉戶口 即是變相來說 大家信心不多 變相信心不多 股市場比喻 但到這一刻 情況其實慢慢轉變了 也變相一樣 就是令自己 對夏令看法比較樂觀 就是開戶人數 或者信心問題 一來始終先說開戶人數 如果以中國證券結算公司來看 其實中國證券登記結算公司來看 剛剛出了11月份的數字 其實很多的開戶人數 是有個明顯上升的 不論是大戶 機構的戶口 或者所謂的基金公司的專戶戶口 或者所謂的證券公司的專利戶口等等 即是全部大的戶口 或者小的戶口 其實所謂的開戶人數 或者開戶的帳目數目 其實都是創這幾個月的新高 這個單是第一點 大家肯開戶口 意味著接下來 都會有信心 把錢放進去做投資 這些是比較好的人數 而從成交上看 也是 大家都知道 剛才都留意大到 就是今年二、三季的成交比較淡靜 或者比較差 變相大家對今年的全年成交看法 都可能會比較適 而回看圖片 也看到 這個圖片是法包方面的預測 記得到過去幾年 零九、一零、一零、三零 平均的每日成交 大概都是二千億左右 人民幣左右 到了今年一、二年 其實暫時還未完 所以數字上也算是預測 大概跌到一千二百五十億左右 就是變相都比較低 但是到明年或者再後年 一、三、四年計 其實慢慢都見到上回 雖然未去回2009年那些 二千億樓上的水位 但是起碼記得到的勢頭 就是今年有機會真的見到最低的 所謂剛才講的冰點 見到成交比較低之後 慢慢上回 所以只有這一點 可以看到 大家的成交是慢慢多回 入市肉大回 戶口開回多的時候 變相對始終去中證券也是 相關勇金收入比較多 經濟業務比較多的公司 都有一個正面幫助 另外說到內地股市方面 經常都說是政策市 經常都是有什麼政策 又出了來的時候 相關的板法會即時炒起 其實說到下年會換解 高層方面 一定會有相關的不同的 新人事新作風 可能有更多理好經濟方面的政策出台 變相會有理回A股方面的走勢 始終最後說A股的看法好 怎樣捏都要捏到政策方面的層面去看 因為始終內地市一直都說政策市 如果以政策來看 其實都離不開十二五 始終這幾年都不斷會為了這麼說 而最主要想帶這一點 就是下年就是所謂中局之期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如果十二五 即是一年開始計 一二年 第二年 一三年 下年就是第三年 很多時不斷地說 就是很多的政策 不論哪個行業都好 或者即金融業都好 是不是金融業都好 如果在過去兩年推得比較慢 即是如果十二五初期定的目標 在頭兩年來講推得比較慢的時候 到下年一三年 會加快進程 即所謂加快步伐 所以我也覺得這一點 如果下年真的加快的時候 自然對無論A股好 或者金融股好 或者所謂的政策層面上看也好 是叫利多於比 這當然第一點 而第二點就是終於工作會議 而這個三日都會說 為什麼這個是比較明確的政策局面 因為始終來說 這個也要看下年定調 就是所謂成真花等等的任務 究竟如何做 這些來說 接下來的政策如何走 都完全會令到內地股市 如何推動 而自己本身也相信 接下來的會議好 或者政策也好 是有利於經濟 和很多不同的行業 是有一個比較好的動力 所以我相信這個政策層面上看 其實有一個不錯的推動力 令到下年自己覺得內地股市 會做得比較好一點 對 剛才Rafi提到 就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這個會議 之前也說到 就是出了六大任務 但是裏面大家都有留意到 螢光幕都見到 通常大家之前討論 都會多了講農業 或者城鎮化等等這些字眼 反而想問Rafi 其實如何細看 如何幫助和海通證券 有什麼直接的幫助關係 如果從個表面來看 好像跟海通沒什麼太大關係 因為始終這六大任務 大家從圖表都見得到 比如說加大加強調控 農業基礎 城鎮化 民生保障 或者所謂改革等等的六大任務 好像陸用找來找去 都找不到跟金融 或者券商有什麼直接關係 但是自己想帶到的事情 就是 如果以六大任務上去看 其實有少許的調查看得到 就是當中找一些關鍵字 其實有些字眼出得特別多 譬如當中的改革 這兩個字 其實出了十五次 譬如農業 城鎮化都有九次七次 意味著下年的定調來看 都是環繞這三方面去做 而最主要說改革 始終出得最多自然的一件事 就是 都關到最後一個任務 就是全面深化 經濟體制改革 這個改革到底包含了什麼 譬如大家所謂熟悉的 金融改革 金改 價格改革 或者所謂的稅務改革 而拉到金融改革來說 自然隱含了就和海通有些關係 所以什麼都問到 所謂的關係就是這件事 始終金融改革 你也帶回到什麼 最主要來說就是一些 例如利率市場化 人民幣國際化 以及大家比我更多 轉融通的資金規模擴大 或者RQ費等等規模擴大等因素 這些全部都會令到很多的金融企業 不論銀行好 券商股好 或者券商好 都有個直接的幫助 而另一點就是 始終很多大行都會指出 其實下年的行業的改革 或者復甦 其實都有幫助 所以剛才說到的改革就是 一些產品的創新 包括一些衍生工具市場的發展 不論債券期貨 或者很多結構性的產品的推動 甚至有更多的跨境產品 即是RQ費等等的壓度 都會擴大這些因素 甚至最終的資產管理業務 以海中自己本身看來 其實都有些開始有這件事看得到 就是近期 其實都已經獲得 中正間批准了一些 經營債券和投資銀行的產品牌照 而有些大行都會推算到 拿出你的牌照之後 其實對下年海通的實質的盈利 或者業務來說 會有一個比較大的正面幫助 好 講完另一個利好的因素 就是放寬券商業務的範圍 即是說 券商所牽涉的業務範圍就會多了 變相即是說 如果那些券商 接下來的實力比較雄厚些 本身的網絡比較大些 自然就會看過線 對 如果真的講到 內地券商業來計 其實一向大都知道 過去的競爭是比較大或者激烈的 所以自然或者有比較大的網絡的時候 當內地的金融市場 還有一步開放的時候 自然這些就有一個比較大的優勢 因為始終有一個太陽流強的因素 所謂的強取網絡大 例如明剛才講到的 例如人才 資本實力等等 全部都比較大 而內地所得出的 比較符合這三方面條件 可能就是自己推介的 例如海通證券 中信證券 光大等等 這些比較大 或者是藝術能長的龍頭 會有些優勢 而這方面究竟怎樣有優勢 或者怎樣做出來 例如你已經講到的 剛才覺得 接下來都有一個放寬的因素 而當中最主要關注的 就是一個資產管理的因素 因為這方面業務 其實可以視為他們一個 國內叫做肥豬肉 為何這樣說 因為這個業務 其實大家都知道 如果做資產管理 自然會比較穩定 長遠一點的收入 會帶來 所以變相剛才說到的 雖然最初 不論大家這一刻推券雙股 或者推一些相關內地股市為主 的股份也好 就是看來內地股市的反彈性 或者走劃 但反正看 這一刻大家只是憧憬 或者覺得來內地是這樣走 如果最終不是這樣走 其實對那些股份 可能衝擊比較大 但正正這一刻 自己推進海通的另一個主因就是 就算那邊 內地股市真的沒有反彈 也好 或者反彈乏力也好 但起碼 如果拿到這方面的資產管理業務 都有一個長線一點的 一個穩定收入的發展 所以變相我覺得 相對來說 比較穩陣一點 就著Wolfi剛剛說的這一點 最近也有個例子 給投資者做個參考 對嗎 對 例子來說 其實也看到 內地開始在談 或者做一些事情 譬如建行為例 先說建行之前 其實這一刻 帶到很多內地銀行股 很多內地銀行 其實過面的問題 就是他們自己本身的金融資產 那個投資收益 即收益率 是比較低的 變相做得那麼差 其實他們很有在 其實內地批准他們 將這些資產 轉換成一些資產管理業務 而這些業務 如果他們想做好些 或者收益好些 自然就要找一些比較好些 或者專業些的 一個公司去管理 而大家都知道 國內來計 所謂專業些 或者可以看得緊些 市場的時候 券商自然是其中一個 或者是效率之一 而最近譬如建行說到 其實剛剛這陣子 都跟超過20間內地的券商公司 其實是在江西道開了一個閉門會議 而這個會議來說 其實是商討一些 他們自己本身健康旗下 有成2000億人民幣 即壓度理財的資金合作 而這個2000億人民幣 即壓度的產品 就是剛才所說 一些轉換成資產管理業務去做 就是想透過邀請一些 券商公司 幫我們管理這2000億 壓度的產品之後 可以增加回國手的率 而這20間公司裡面 當然就包括自己推介這一間 海東證券 而我都很相信 如果經過剛才三個因素 不論網絡優勢 人財和資本的看法 要選擇或者要特為 我相信海通都有比較大機會 可以分辨在背近 所以我自然對這方面的看法 依然是比較樂觀的 好 再說另外一個 就是比較利好的因素 大家在股價機裡面 按一按 就是637都會看到 我看到這個形態來說 都會是一個收窄的三角形 但是怎樣能夠看到 技術上面看到它的突破在這裡 其實如果真的還有一點 就怎樣都要關回技術走勢事 剛剛自己看圖 也是挺漂亮的 都給大家看 就是看到 慢慢不斷 由上市那一刻開始看 其實中長期來說 都是壓著下降通道 反而到今年 大概7月左右 看完底之後 慢慢的上升軌跡都形成了 算不上兩邊會縮之後 也形成了一個慢慢的收窄三角形 而到最近11月底開始 配合圖表下面看到的 一個大成交 上面突破之後 是破了這個收窄三角形的時候 意味著整個形態 其實有一個向上突破 意味的 如果以這個技術走勢上看 或者形態上看 究竟去到什麼水位 或者突破到什麼位置 告訴大家 就是剛剛兩個三個人的距離 在箭嘴上看得到 大概就三元距離 所以如果以這個三元 量度上三元的時候 其實這一刻的目標來看 有機會試一試 十四元的價位 所以我覺得看到這個突破的時候 都是比較利好的一個向上訊號 好 分析完幾個利好因素之後 都要看看有什麼風險 大家要留意一下 大家知道你勸商其中的業務 就是保障IPO上市 但是看回海通證券 過去兩年保障一些公司上市 都會發現上市之後 業績做得麻麻 其實這個大家要留意一下 是嗎 是呀 如果這個都比較有風險存在著 因為始終來說 一來 剛才有什麼都說到的 共有些券商公司 除了靠經紀業務 或者大家去到市場上 買賣股份的佣金收入之外 另一邊很多都會靠IPO 保障上市的收入 而這一點做得好 都會有個不錯的幫助 由於看回這件事 其實都有少許隱憂存在著 就是看回海通 在過去兩年 即一零年的時候 其實在國內保障了 比較多公司上市 但是看回之後 很多公司的業績都比較走響 還有所謂的變廉出現了 如果以數字上看 一零年其實海通保障了 大概十二間公司上市 而當中八間 其實在第二年 即一年之後 那個業績是立即是見紅 即是有虧損出現了 而且很多間的正利潤率 都跌了整個按年來看 有成一成那麼多 我已經看到 上市之前 數字了很漂亮 或者業績做得很漂亮 但上市之後 其實是變了另一個樣子 所以其實會顯示一個問題就是 會令到很多市場的看法 或者中證監的看法來講 是不是因為要推這隻股票上市 才是目的 令到幫他們做好一點點數 或者是否真實的情況 不是這樣 所以接下來海通依然是 保障的公司都依然是這麼差 或者質素這麼差的時候 其實最終帶回來 都有些比較差的因素 可能會存在 就是怕被中證監 所謂的警示狹 即是所謂的 大家能聽得多的 而這件事其實 其實暫時海通還沒有收到 但以國內來看 其實中證證券 之前已經收了 而當收到這個警告之後 當時的股價跌得比較多 所以都會怕 如果最終查下去 而海通牽涉到裡面的時候 多出這些警示狹 可能對股價也有波動 即是震盪在 而另外就是一個 暫停保佔的因素 因為始終這一刻 你有保障資格可以做 但如果做得差的時候 隨時證監 可能都會暫停你的資格 可能幾個月 甚至更加長的時間 所以正正剛才都說到 要這方面沒有保障資格 是關掉的時候 自然對IPO方面的收入計 是有影響性的 所以我最終就是這樣去下去 無論你實質收入好 或者股價來說 都相信會有一個 比較差的波動因素 另外一個比較風險的因素 大家也要留意 就是券箱創新發展裡面 暗藏著一些辣椒 其實在11月的時候 醞釀這些招 將相關的措施出台的時候 有不少分析提到 到時候首當其衝 會受到影響最大的 就是券箱 其實這些招數 對於海通政權來說 影響有多大 如果這一點 究竟是好還是不好 或者大家記得到 很多時候說創新 或者發展的時候 其實某時候 其實對那些行業 都是一個好處 就是為什麼自己 擺一個比較不好的地方 或者有一個風險的因素存在 其實我覺得 很多事情都是兩體的 當然剛才也說到 推出很多新資 或者創新的時候 自然對海通 中信這些大型的券箱來看 有一個有利之處 就是它最終有網絡的優勢 可以有一個龍頭的概念 但其實細分來看 或者實質來看 其實未必是真的這樣存在的 因為也要看當中創新究竟有什麼招數出來 而引用其中一個招數 其實是內地多上 就是推廣香港這一刻 證券業經營的模式 就是所謂撤銷融金的下限 或者找到銀行去買 涉及股票業務 做一些買賣股票業務 因為個案是不給的 而這個東西最終帶回來 有什麼後果或者效果 其實初步看當然是第一點 設了用金額限 或者比銀行做更多證券業務的時候 自然本身經營證券業務的一些券箱來計 一定是有一個競爭性大了的因素 這是當然第一點 而競爭衍生出來的自然是一個減價現象 或者減價潮 所以國後式減價都會慢慢跟進出來 而最終減價完之後 究竟是所謂的大食小 即是大魚食小魚 有個好處留得低 還是究竟是兩百居上 這一刻大家都不知道 而回實質的數字上看 引用另一家租算證券的數字上看 其實十月份的數字 其實按月都立即跌了三成多的盈利 所以變相這些改革 是出來的那一刻 可能慢慢有一個好的 但始終來說 你說當中究竟要殺了幾多其他公司 或者殘害了其他公司 其實真的未知 所以我覺得對海通也好 或者整個證券也好 其實我相信不多不少都有些衝擊 多角度分析完海通證券這隻股份之後 當然投資就是關心的 就是怎樣去買賣這隻股份 只不過這樣 今天來說海通證券 經已創造52週的新高 高見是12.36 現在來說是12.32 要問一下Wafi 整個部署應該怎樣做 其實當時 今早另外定的買入價都比較難定 因為始終這隻股份本身自己 由禮拜一個日開始做功課 或者想推 但當時還未敢升上去 正如未必這樣說 今天就要破頂爆上去 究竟這一刻的價格怎樣頂 我覺得是比較難的 當然現階段高 即是現階段追 不是說看得差 但始終一定有風險 我覺得安全的計 或者以中線考慮 都是去低小線 或者看看有沒有經過小的調整 可能去到一月初都買回 如果以買入價計 大概11.8左右 我覺得可以去到考慮 如果以中線來說 以剛才所說的 突破指標來看 14元做目標價 下面來說 大約10.8左右 1元左右做指示 我覺得風險來說 其實不太大 也有個不錯的直播空間 好 大家可以留下這個價錢 稍微低一點 最後先做一個申報 剛剛所說的 這隻股份自己有沒有持有 沒有 好 謝謝Wafi 究竟Wafi能不能買到這隻股份 我們下個禮拜 同樣節目時間 就跟大家跟進 我們稍後回來 就會跟大家跟進 大市走勢 先休息一會